我先跟大家就讲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论文门本身不是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论文到底是对的 是错的 是抄的 是怎么来的 好 把它查清楚 这是会有一个答案的 这个会有答案 但是林志坚他现在最厉害的 就是他把扭曲他的事实 比如说中华大学的部分 这是旧文 我2018年被质疑过 2020年时代力量开过记者会 都讲清楚了 他讲的屁啊 不是针对他 他讲了什么啦 对啊 没有讲他 大家去Google一下 林志坚从政2014到2022 这八年 没讲 我告诉你Google都有存档好不好 你去Google一下 他有被谁质疑过 没有 唯一开记者会的 他讲的那场时代力量记者会 就是今天被判刑的徐永明开的 对 那个时候徐永明还是党主席 还没爆发他的这个收费案 可是他在现场 徐永明是怎么讲林志坚的呢 他们这场记者会是在骂 郑政前抄袭 好 然后呢 讲到说 包括林志坚 包括杨文科 包括徐耀昌 都是中华大学的校友 所以学校既然有郑政前这个抄袭 请你们三位出来要求学校查清楚 这叫做执宜林志坚抄袭 我怀疑林志坚的认知能力有问题 包括他这些写错 国发发所 然后呢 这个英文拼字写错 我认为 小智 我觉得他讲旧文那件事情 他有点在混淆视听 他们设定好了 中华大学因为是旧案 因为是20072008的案子 的硕士论文 所以他要用旧文 但问题是他也没有针对 过去这些日子 他也没有澄清过 也没有说什么 对 没关系 因为我们给他一个评语叫什么 小智 赞 小智 赞 好 大家听懂了吗 小智 赞 因为他根本认知能力有问题 好 然后呢 再来 这个他叫这个台大硕士论文 这个部分 他就说 我告诉你 他那个余正皇 他的民调资料是我给他的 所以我才是原创 好 他们就用那个卸字 有没有 我告诉你 卸字是我第一天 我第一个把这个卸字贴出来的 因为余正皇里面说 他这边要强调 我感谢林志坚市长 我的研究对象 透过了陈明通老师 透过了他的一个助理 协助 他提供给我 他的竞选总部内部民调资料 好来 民调数据给你 不代表两个人论文会长得一模一样吧 对啊 当然啊 所以你知道这又是什么混淆试听嘛 他两件事情都用混淆试听的方式来澄清 所以基本上林志坚完全没有针对 所以他们的战术是不是就三分针七分假 然后真假难分 他根本就不跟你谈细节 简单讲啦 今天我这个跟大家讲 所有的媒体同业 接下来林志坚只要到好园去跑行程 请他告诉我 他的论文卡方检定是什么 直接问他什么 市长你的论文是用卡方检定来做 请问卡方检定是要检定什么呢 直接问 请问你的假设第五点 然后呢 这个做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直接问 这是他的著作权嘛 他应该很熟啊 他的硕士论文 你问他一些这个论文里面的题目 你看他讲不讲得出来 他总不能说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 卡方检定进入司法了吗 这个研究方法是你做的 你可以回避吗 所以我说接下来 真的要去问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 整个国民党有点太早 太早去打这个案子 为什么 现在林志坚的主场 在新竹市政府 昨天那场记者会 没有媒体记者 询问任何问题啊 因为他在主场 对 他也不给问吧 对他不给问啊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在桃园 跑星辰 你试试看看 你不给记者问 是啦 或者是记者用喊的啦 对没错啊 所以就他在主场 他现在还有主场优势 但是很抱歉 7月8号就是明天 你一从新竹市政府离开 可是他亮哥说 现在打也来不及 因为他很多 就在一直在丢这个资料 没有这个 这个一定会不断的去打 所以他们要赶快设定 防火墙 我有两道嘛 一个叫旧文 一个叫做谢智 我是原创的 然后呢 接下来就去打司法 就说啊 以后就说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 好 大家觉得 跟这个侯友宜有87分项 好 但是呢 我必须要讲 这整个 整个论文抄袭的细节 他完全没有回应 是完全没有 好 两份 今天上寇寇姐节目 也没有回应 寇寇姐问他 那你认不认识于正皇 我们见过几次面 怎么样怎么样 他完全没有去讲说 那两份论文 为什么会长得一模一样 没 就这么简单啊 两份论文 我告诉你 有人说 有那个网友向我说 你连硕士都没拿到 你凭什么质疑 我告诉你 这不用硕士啊 你试制就好了 对 你只要看 把两份论文放在一起 看这两份好像啊 你只要试制就可以了 你只要看得懂 中文叫张什么样子 你不用有硕士论文 你不用有这个博士 甚至大学都不用毕业 你就可以看出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两篇就是一样 那谁操谁 现在是一个罗生门嘛 这个陈明通说 是林志坚拿资料给 给这个 给这个余正皇 好 那余正皇说 对没错 我的民调事要是从今天来 好 我举个例子 昨天我讲是这个 用收视率报告嘛 我现在讲一个 更简单的例子 今天假设兵哥 在大爆挂 他讲了 他讲 他就评论 这个论文本 他讲了一段话 跟晚上 我假设 郭正良 亮哥 在辣碗报 讲了一模一样 知智不漏 两个人针对同一个议题 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你们觉得谁操谁 一定是兵哥嘛 兵哥被操嘛 因为他是比较早讲 对不对 对不对 亮哥一定是看到 看到这个 大爆挂节目 兵哥这样讲 把他一字不漏记起来 晚上拿来讲 对不对 就是同一个题目 不同的人 却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这是一定是看先后 可是如果今天 两个人同时呢 两个不同的 友台的节目 刚好同时 两个人讲出来 一模一样 会有这种几率吗 除非被鬼附生吧 不可能嘛 因为 每个人会有 每个人的口语 比如说 亮哥喜欢讲方方面面 这个方方面面的 这个问题呢 这个论文呢 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 你总不可能 兵哥去讲 我们方方面面 除非他被过这量附生 所以 你的用字潜词 是展现自己 可是当你的论文两篇 居然 你就算你研究资料一样 你不可能两个人 用一模一样的笔触去写 对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再来我们讲 比如说 今天你就做这一个 我们节目都会有一个背板 如果今天 好你把 那个千惠他去念 我们把徐晓星 那个照片跟名字拿掉 说台大有责任 维护社会期待 及自身的学术 我们没有告诉你说 这是谁讲的 这叫什么 这叫没有标注清楚 这是谁讲的 这也是学术伦理 不对的地方 这是一个学术瑕疵 今天林志坚通篇论文 都有这个问题 都没有引用 最荒谬的 我告诉你 最荒谬的是什么 是余振皇的论文里面有 同样的文字 在余振皇里面 他有括号 这是谁讲的 倒林志坚没有 请问 如果今天林志坚是原创 那余振皇真的很用功 因为我抄了林志坚的内容 我还去查这是谁说的 这何逻辑吗 你懂吗 哇 余振皇好认真 他每一句都去Google 说这个到底是谁讲的 林志坚都没有 原创者都没有写 所以很简单 这种 我说论文 这个问题都很简单 就是把他拿到台大检举 这个据名 我说我会 这个礼拜内 我就会把我这边 我整理了 把他据名起来 而且他说因为台大的教务处 规定要书面 对 所以我还要把他 你知道印成那个 我还要用那个什么 什么挂号要寄过去 我把他 这个礼拜我把它处理完 这个案子就会进入台大的 那个叫什么伦理 什么什么学术 台大刚刚讲了两个月 查清楚 对 就是如果 如果他们收到检举案 就会去查吗 那就会去开这个会议 去整定 很好查 反正就是两份论文 比对 谁对谁错 一般是用什么来认定呢 就是出版先后啊 对 假设 假设今天兵哥 要写 要写一篇这个文章 结果呢 他发现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送出脸书 发现 黄阳明跟我写了 一模一样的内容 他也只能干 干在心里 他就说 哇 我的这个构想 被别人操走了 因为人家只看到 已经发表的嘛 按照学术伦理 就算今天陈平通出来说 哎呀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内容是谁提供 你要拿证据啊 那个林志坚 要把他当初拿资料 给 于正煌的相关证据 要拿出来 你是用email吗 你还是你是用什么 随声碟 谁帮你传给他 还是你自己给他 在哪个地方 你要把这些资料 要讲清楚啊 是不是于正煌抄袭 所以现在于正煌 变成一个关键人物 于正煌有公职身份 他是公务员 公务员抄袭 不是单纯学术论文 抄袭就把这个学位 拿掉而已哦 如果他被认定 是公务员这个抄袭哦 他可能连他的调查官职务 都不保 会影响他这个公务员 升迁的问题哦 很严重 对 所以他可能甚至要被寄过 要干嘛的 所以如果于正煌 想要自保 现在看起来 你要被牺牲了 如果你想要自保 你该讲的话 你得要到 如果到时候 这个学术论 这个审定的这个 这个委员会里面 有找你 你得要把真话讲出来 除非你真的 觉得国安局长会保你 你就算今天调查官没了 他会给你一个 什么独立董事 或什么位置 让你过一辈子好事 除非你觉得 这个牺牲一个学位 没有问题 我愿意为国安局牺牲 那当然 我们就没话说了 那如果最后人体 反正总之 两篇文章一样 一定有一个人抄 另外一个人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真相 厘清除而已 就这么简单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又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买的时候记得呢 输入呢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